我们在音乐中坚守光明 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答案 而生活的经历让你领悟 只有历经坎坷才知道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卡丽威廖的小柚子 又到了小柚子给大家带来美好音乐的时刻 说到林依廉 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了 他可是香港乐坛的大姐大 一首首经典的歌曲也是快至人口 已是被歌迷广为流传 以宗圣对他也是情有独钟 曾不远追求到加拿大 不过当时林依廉是没有与他见面 因为李总盛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后来李总盛也为林依廉写的这首 《为你我受冷风吹》 现在这首歌也是被称为经典之作 林依廉 作为华尔潭的灵魂人物 她拥有着炉火纯仙的唱功 反映独特的细腻有感情 唱歌的曲风也是多数伤感一点 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 也是为他演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不过说到景点 就不得不提他和歌神张思勇 和唱的这首《有情岁月》 同样都是信念的嗓音 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特色 看看这对神仙组合 能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吧 听完大家感觉 是不是意欲未尽 欢迎评论留言 说出你心目中的经典歌曲 本期的意愿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